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43集 鱼醉说了句玩笑话 他看着02号特勤马鹏的脸色 不得不承认 即便是马鹏三十出头了 长相还是蛮帅的 最起码不像鱼醉形容得那么不堪 鱼醉似乎故意刺激他 可不料想对方这脸 整个像石膏忽的 根本对刺激没反应 不但没反应 反而劝着鱼醉 我知道你心里不爽 可咱们这一行从来都是这样 你就做再惊天动地的事 也不会有千百双粉丝的手 在你面前挥舞 有些事是不能曝光的 比如贩毒分子的武力 比如那天行动在高速路 引起了混乱 造成了六起车祸的事 再比如 你的身份 如果时间再长一点 你就会理解了 离开了集体 你什么都不是 也像犯罪团伙 离开了团伙 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这话很重肯 至于鱼醉 从团伙的角度也能理解 他知道对方是好心 并无恶意 笑了笑改口道 对不起 马鹏的名字很好听 恭喜你啊老二 从今以后 你有名字了 得了 你还是叫我老二吧 你不客气的时候 我比较放心 马鹏笑了 做了一个请回的姿势 两个人并肩到了电梯口 今天巧了 平时不回来吃午饭的林雨静 高远居然回来了 高远大老远地喊着于小二 于醉一看林雨静 急得直瞄电梯 为什么还不下来 自从归队 两个人还没独处过 但这么彪悍的妞 于醉老觉得他眼里不善 没准要找个机会 报那现身之仇 马鹏发现了于醉的不舒服 奇怪地问道 你怎么了 好像不愿意见到队友 谁说的 于醉不承认了 两个人已经奔到了近前 说是回来拿一套设备 林雨静指挥着高远去拿 近距离看着于醉 忽然说道 共来 我问你个事 就在这儿问 我现在属于重点保护卫像 不能离开老二的视线 没事没事 只要不离开所有人的视线就行 你们去吧 马鹏笑着 关键时候把于醉推出去了 电梯盯声道时 于醉只和马鹏高远一块挤 却不料被拉住了 他哀哀哀了几声 眼看着那两位已经进了电梯 于醉回头时 林雨静四分非分地眼神盯着他 声音低了几个分被问着 咱们的照 是不是该算算了 师姐 不用那么认真嘛 我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你以为我愿意 于醉这一句 惹得林雨静握拳仰手了 不料于醉没动 呲着牙笑着 看着身前左右 林雨静这下下不了手了 不过看样子 也没打算放过于醉 一捏于醉的胳膊 卡住了脉门 于醉一吸凉气只喊疼 不由自主地跟着林雨静的脚步 不迭地叫着 别别别 别卡别 坑死了 特警出身的林雨静不是盖的 等拖到楼外一侧放手时 于醉疼得直咧嘴 想要溜的时候 林雨静胳膊一拦 吓得他一哆嗦 不敢动了 林雨静瞪眼时 威慑力特强 不过不瞪眼的时候 还是蛮漂亮的 这会儿不瞪眼了 于醉却感觉威胁更大了 他舔着脸笑着 别见师姐 我郑重道歉 其实就冲动了那一下下 早知道冲动的惩罚这么严重 那个 怎么样 那个就多冲动两回 鱼醉说着就抱头 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生 等鱼醉放下抱头的双臂时才发现 林雨静还那么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好 鱼醉明白了 就像歌里唱的 你也好像没有生气 看来每个女人都喜欢别人赞他两句 小姑娘 老媳妇都逃不出这个普通定律 惩罚还没开始呢 你少嬉皮笑脸呢 林雨静脸色一正 又吓了鱼醉一跳 她往旁边一躲 不好 靠到墙上了 她稍嫌紧张地看着严肃的井姐 一时无计可施了 眼巴巴地看着 眼睛又不自然地 瞟到了井姐的大胸上了 而此时 林雨静像是没发现一般 挺了挺胸 看着鱼醉猛吸口水的样子 啪的一声 在她的额头上 轻轻视微似地扇了一下 鱼醉一无眼睛 不敢看了 不料林雨静却掰开了她的手 唬气地说着 看着我 看你这德性 我揍你都有损我武警的威名 这样吧 你要是告诉我 你怎么盯上沈家闻的 我就放了你 哦 那个呀 鱼醉一听 释然了 这是给众人留下的 最大的一个秘密 她谁也没有告诉 连老二马鹏问了几次 她都搪塞过去了 此时林雨静估计是 思路在这个上面打劫了 舍得放她一马 鱼醉双眼咕噜一转 开始憋坏水了 这么大的秘密 不换点石灰 都愧对我 金白卧底小郎君的名脑了 林雨静忽零零的大眼眨着 好像在揣夺 鱼醉坏笑里的含义 那含义很浅 大匹子小流氓 见到漂亮姑娘都那种德行 不过她自是收拾得住这货色 对于她 无语加又气又好笑而已 林雨静等着答案 鱼醉可卖关子了 舔着脸问 那个可以告诉你 不过有什么好处啊 敢吵我要好处 好处就是不揍你了 够不够 林雨静威胁着 一瞪眼睛特别大 也特别亮 于醉一笑 虽然有点拒 可还是按捺不住 心里的蠢蠢欲动 她咳了一声 小声说道 别人不知道 你好像应该知道啊 就是追踪器放她身上了 我知道呀 可你是怎么放她身上了 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发觉 她的警惕性 不至于那么低吧 林雨静狐疑地问 行动中02号特勤的主要任务 就是保护这个包袱 保护的方式 就是她身上的信号源 因为前一次失利的原因 许平秋调了省厅不多的 两种适用性同位塑信号源 当时全在于醉的身上 可不知道最后 怎么就出现在了 沈家闻的身上 正是这个信号源 捉回了潜逃的沈家闻 于醉又笑了 她掏着身上的烟 掰了个过滤嘴 相当于信号源的大小 然后在林雨静的眼前 放在手心上一拍 再摊开手的时候 诶 没了 惊得林雨静傻眼了 然后于醉又一拍 诶 又出现了 林雨静看得两眼露喜 惊声问着 这是怎么回事 在告诉你之前 我得做一个动作 你得保持纯洁的心态 以及高尚的情操 不能往歪数下 可以吗 于醉很严肃地问 她刚才亮的那一手 震得林雨静指点头 于是于醉的坏水开始流了 她轻柔地 严肃地靠近林雨静 在林雨静还未表现出异样的时候 忽然间来了一个拥抱 于醉兴冲冲地凑上脸去吻石 却不料猴杰一疼 动作稚 眼往下一瞟 林雨静的食指顶着她的猴杰 瞪着眼睛看着她 看来是早有防备了 于醉不敢再往下进行了 善善地笑着 恋恋不舍地把大兄姐放开了 这回林雨静是真有点生气了 于醉 你还真是欠揍啊 我这是告诉你真相 不要把严肃的事情 想弄不堪 两人相视 一个严肃 一个疑惑 严肃的于醉慢慢笑了 那笑里仿佛藏着答案 一个让林雨静百思不得其解 却又简单至极的答案 林雨静突然想起了 她在监控中看到了于醉和沈家闻 有过这么一次拥抱 一警醒 赶紧往后腰摸 一摸手停了 半晌之后 她哭笑不得地从腰间的皮带后面 摸出了那个小小的香烟过滤嘴 答案就在这里 她哑然失笑 信号源有药片大小 两个 外层是一层强力胶 当天沈家闻穿着裙子 外层披着风衣 我就把第二个 放在她风衣腰带和衣服之间 她一直警惕我和那辆车 总不会想到她本身出问题了吧 就像刚才 你也很警惕 照样上当了 第二个 那第一个呢 我压在她鞋子高跟和前掌之间的空隙里 她一直以为我给她提鞋子现阴气呢 那你怎么觉得她有问题 林雨静不解地问道 那个伪装最好的女人 还真看不出来居然是条大鱼 一问这个 鱼醉奸笑不已 笑得眯着眼睛 又尖又诈地指着自己反问道 你看我这德行 勾断你都得冒着被痛殴的风险 至于被那么漂亮的姑娘倒天嘛 她一阴气 我就觉得里头实诚实有问题 谁知道 居然歪打正着了 其实我也以为是韩复虎呢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